HELLO 大家好,我是充格 本周呢,我们就来实测新的饮食方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所谓的咖啡绿茶减重法 它是由日本的一个医生 及作家龚腾孝文 所提出来的饮食方式 指的是呢 将黑咖啡及绿茶呢 1比1的混合 只需要在三餐的饭前喝一杯 而主要关键呢 就是咖啡中的咖啡因 及绿原酸 当然,绿茶中也有咖啡因 那咖啡因呢 据说能够提高 新陈代谢 减少脂肪堆积的效果 绿原酸呢 则据说也有调节血糖 改善胰岛素土抗 而绿茶中的额茶素呢 也有这些效果 简单来说 咖啡绿茶呢 不但能够抑制饭后血糖 提高燃脂速度 还可以不用运动 以及不用控制食量 就能够减重 那这个方法呢 在网络上据说啊 很多人都瘦了 只是真的有这么神吗 那我们肯定要来实测看看 那这边提醒一下哦 本实测呢 是依据网络上查到的方式进行 如果你是肝肾功能比较不好的 或是有高血压 胃病 及孕妇的话 建议最好是有医生 或是营养师的指导下 再来执行哦 OK 那我们就开始本周的实测 OK 没想到昨天居然也断食了 因为吃完肌垒之后 我发现我晚上病变很饿 所以我就想 那我就顺便断食吧 OK 那我们就来看看 今天的体重变化如何 体重 64.9 体脂 18.6 内脏脂肪8 变奈23.8 记录到去1539 OK OK那从体重上面 我们大概已经知道 我们肝塔已经消耗了 所以我们来血糖测量 看变化如何 好 血糖95 铜体1.1 OK 这样GK是4.64 OK 没问题 OK 今天是绿茶咖啡减重法 第一天哦 首先呢 我们就要准备咖啡绿茶 那根据欧盟食品科学委员会评估呢 每人每天的咖啡因摄取量 建议在300毫克 大杯的每次呢 大概就有273毫克的咖啡因 因此呢 一天大概就是一杯的大杯每次 OK 那我准备了容器 那我们就来获得吧 那咖啡跟绿茶的比例呢 是1比1 好 那我们就开始 不知道各位看不看得到 这个容器上面 其实就已经有标示说 容量是多少 OK 好 一杯每次大概就是400cc 加上绿茶 所以我就是加到80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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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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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這就是我一天的份量 那他是說呢 三餐飯前喝250cc OK那我現在要吃早餐嘛 所以我就先準備250毫升的咖啡綠茶 OK那這一杯就是餐前要喝的 看一下份量喔 看起來250cc大概是到大杯的第二條線 從下往上算第二條線 OK那今天早餐呢就是三哥包丹半熟 一片牛肉片 及一份蔬食地瓜熱壓吐司 OK那我們就先喝250cc的綠茶拿鐵 應該是美式比較苦一點 那綠茶其實有沖淡但是還是蠻苦的 不過我覺得這份量喝完大概 飽足感也會有一點 所以自然會不會因此也是吃的比較少的 欸不過量也還算能夠接受 並不會說欸喝不下去 OK那我們就開始吃早餐 等一下吃完早餐呢 我們大概兩三個小時之後 我們再來測量血糖 OK現在呢是11點50分喔 距離我剛吃完早餐呢是兩個小時之後 那我們來血糖測量 好 好 血糖是134 但是我之前吃那個地瓜沙拉的時候是120 OK 那我們就先這樣 齁剛剛測完血糖喔 好 那那個因為昨天晚上家人有買一杯 85度系的大杯烏糖拿鐵 所以呢我現在就把它拿出來喝了 那我們一天是限制300毫克的咖啡衣嘛 但是 偶爾一天應該是沒有什麼關係啊 好 OK 今天晚餐呢 我是點了一個多利魚排套餐 那是正常的便當 然後我加點了一隻炸雞腿 那我們就先來喝250cc的咖啡綠茶 這邊大概有400 剩下來的我會吃完飯之後再喝一點 或是當作餐間的飲料 然後一樣喔 吃一杯到第二條線 就這樣 OK 那我們就開始吃晚餐吧 那等我吃完餐之後 我們兩個小時之後再來測起來看看 看吃下一般正常的便當 那加上咖啡綠茶 會不會血糖就沒有標這麼高 OK OK 現在是飯後兩小時喔 我們來血糖測量 好 血糖168 OK 欸感覺沒有 沒有低很多啊 好就這樣 OK 今天是咖啡綠茶減肥法第二天喔 那我們來提供測量 體重 體重 64.9 體脂 18.8 內臟脂肪 8 變態23.8 幾乎大學1538 OK OK 那因為體重居然沒有上升喔 所以我們來測量血糖跟血糖 好 血糖108 血糖108 統體0.1 血糖上升 統體下降 OK很正常 今天早餐呢 我是點了一份台式的涼麵 大的 然後我再加點了一個豆干絲 那我想說之前那個泡菜鍋已經煮很久了 所以我今天趕快把料撈一撈 然後看能不能在今天或明後天把它都吃完 那就不要再煮了 齁 那 今天早上的咖啡綠茶呢 我是用綠掛式的咖啡 大概180CC 然後我再加上 180CC的 綠茶 就這樣 先喝完 然後再吃東西 OK OK 現在是11點40分 也就是餐後兩小時 我們來血糖測量 好 血糖154 其實沒有很低耶 還蠻高的 他們說 一般人 正常的狀態下 半後血糖應該是80到140 但是我剛才覺得150幾 154 所以 所以算不是很好的狀態 也就是說血糖有點過高的狀態 OK OK 今天是咖啡綠茶第三天了 那我們來體重測量 體重 64.8 體脂 18.9 內臟脂肪 8 變耐23.8 記錄大學1536 OK OK 因為昨天晚餐沒什麼食慾 所以我晚餐都沒吃了 因此今天早上的體重我覺得 不太能當作臉真的瘦下來 好 那 我比較擔心的是 最近我血糖呢 又比較高 所以呢今天我們就來測血糖 那血糖就順便好了 OK 好 好 血糖 108 同體0.2 OK 那就這樣 繼續觀察 OK 今天的咖啡綠茶呢 我是用綠掛式咖啡 那我 覺得它蠻好喝的 因此呢 我就多泡了幾包 然後 目前這樣看是 大概600CC 然後呢 我要去買了這種 綠茶包 它裡面是有綠茶粉的 因此它的額茶素比較多 OK 那我也是泡了一壺 所以你看它顏色比較混濁一點 OK 那我們就把它混合在一起 OK 那今天早餐呢 就是前幾天那個泡菜過 趕快把它吃完 再加上三顆荷包蛋半熟 及一份蔬食地瓜熱壓吐司 就這樣 那一樣我們就先喝咖啡綠茶 OK OK 現在是飯後兩小時了 我們來血糖測量 OK 血糖136 好 就這樣 OK 今天晚餐呢 是半筋半肉番茄陽春麵 然後我先喝一杯咖啡綠茶 就這樣 OK 今天是咖啡綠茶飲食法 第四天 那我們來體重測量 體重 65.1 胰子 18.8 內臟脂肪 8 變奈23.9 基於大學1542 OK OK 那因為體重沒有上升喔 確實是蠻好奇的 我們來測量同體跟血糖看看 那如果同體沒的話 那我接下來可能就不用再測同體了 所以我們就變成主要關注血糖就好 OK 好 血糖96 欸 同體0.2 居然還有0.2 雖然說已經在誤差範圍之內了 所以也有可能是0 但是 它還是有剩一點的意思 OK OK 今天早上呢是綜合 肉跟米粉 然後加上一個 滷肉飯 以及一份湯青菜 跟插上了大杯無糖拿鐵 OK 那當然是先喝一杯 咖啡綠茶 然後喝完我們再開始吃 OK 今天晚餐呢因為沒有很餓喔 所以我是點了一份那個 臭豆腐 就這樣 那一樣是先喝咖啡綠茶 OK OK今天是咖啡綠茶減肥法第五天了 那我們來血糖測量 好 血糖117 欸 所以技能有點高 好 那我們來體重測量 體重65.1 體脂19.7 內脹脂肪8 變成它23.9 基於大學1537 OK OK 今天早餐呢我點了一份米粉 然後一份油飯 以及一碗菜根湯 那它的套餐是送一杯咖啡 OK 然後還有一片雞胸肉 就這樣 那要喔 我們就先喝 250cc的咖啡綠茶 OK 今天晚餐呢是一片雞排 一串雞屁股 一串雞心 跟一份 地瓜 就這樣 那當然是先喝咖啡綠茶 OK OK 今天是咖啡綠茶減肥法第六天喔 那我們來血糖測量 好 血糖98 OK 那我們來體重測量 體重65.6 體脂18.6 內臟脂肪8 變態24.1 基於大學1551 OK OK 今天早餐呢我點了一個糖心蛋飯糰 加上一份炸餅 加上一份炸餃 以及85度C的大杯五糖拿鐵 OK 就這樣 那一樣喔 就先喝咖啡綠茶 今天晚上呢是20顆高麗菜水餃 就這樣 那一樣先喝咖啡綠茶 OK OK 今天是咖啡綠茶減肥法第七天喔 那昨天晚上 因為我大概11點鐘就不小心睡著了 睡到三四點就起來了 因此呢 今天我就不測量血糖了 畢竟都已經起來這麼久了 那我們就先來測量體重 體重66.1 體脂19.5 內臟脂肪8 變態24.3 基於大學1555 OK OK 今天早餐呢是前幾天加完吃剩下來的 雞排啊 然後炸地瓜 以及那個臭豆腐 就這樣 那當然我有先 準備一杯 咖啡綠茶 OK 不過今天早上體重上升呢 我覺得 可能不太準確 因為畢竟我三四點就起來了 那我之後也有喝水 因此也有可能是因為身體 含水量不上升 所以體重才上升 那我們重點還是先看內臟脂肪 因為內臟脂肪我記得我剛開始 做那個 五二斷食的時候 剛開始的內臟脂肪是9 然後後來我慢慢的就變8 那如果我們現在依照這方法 吃 結果還是恢復到9 就代表說這方法其實沒什麼效用 OK 就這樣 OK 今天晚餐呢是回老家吃飯喔 那主要的碳水呢 是我前面那一碗的雞肉飯 那當然我有準備一杯 咖啡綠茶先喝 就這樣 OK 那本週實測下來呢 似乎沒有看到所謂的抑制飯後血糖的效果 因為我飯後血糖呢 跟一般飲食飯後血糖其實差不多 各位記不記得我在實測生酮減肥影片的 體檢報告書第二集 有說到能夠降低膽固醇的方法 其中一種就是增加血液流速 就能夠降低膽固醇 或許血糖也是 那因為呢我本身平常就有在喝拿鐵的習慣 所以是不是因此呢 咖啡綠茶並沒有辦法能夠增加我的血液流速 因此我的血糖呢才沒有明顯的下降 而我早上血糖偏高的問題 我覺得呢好像在破酮之後都會有一個階段 那個階段呢 就是處於肝糖非常容易使用的階段 也因為身體處於這個階段 所以當你身體缺少能量的時候 肝糖利用的非常容易 所以你的血糖呢就會處於偏高的狀態 而當你的肝糖呢 時常處於蠻窄的狀態 身體就會知道你不缺少食物 因此就會調節成發胖狀態 也就是又再調整成肝糖不容易利用的狀態 讓你只要缺少能量 自己就會餓了 然後去吃 減少肝糖的使用 以備未來不時之需 因此 這個階段你空腹之後 你的血糖就恢復正常 我覺得呢 這也是蠻符合自然界的生存法則 OK 因此呢我們再觀察看看我們的血糖變化 那本週呢 體重上升也算是可以理解 畢竟肝糖本身夾帶非常大量的水分 OK 那以上呢就是本週的總結 如果小影片記得訂閱、按讚及分享 如果想減肥 記得去看我們的實測生酮減肥影片 那我們下週見 掰掰